各位主要跟着,这一天屋近的暴露观光发展 这一天,本位主在9年安排一年传的白婚课程 推动亮点商家引证 经过9年了后,暴露人在白婚有了策务结果 也高约着这些暴露亮点商家 这一天,今天是特别来跟商量普普基板记者会 除了替这些暴露做讯划 也有友谊来到这一天 可以沉着暴露,来自选豐富的关键竟然 这一个月内,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整理他的门面 如果探访宏观处丁丁建权 中亮点商家也很敬拜 办法让这些参加辅导和白婚的暴露店家 其中包括兜兰人员 民主协价和邮定安排顶顶真材 希望可以协助暴露发展浅度路由,增加观光需要 好,我们请助长挂牌 恭喜夏沙工作室 获得这次日馆出认证的亮点商家 培训了大概12家的一个商家 其中有6家特别的表现非常好 在去年底我们也到台北市火车站那边去做展示 那我们希望以这个做种子能够推动出去 那未来在信义地区的双农 在澹南的地利,这三个村呢 能够在部落观光方面更扎实 那我们觉得在这一条,就是在部落的部分 其实比较适合的是小规模的深度的旅游 那其实我们觉得在国外的游客上 他们比较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游程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外国人 其实会慢慢我们需要把它吸引到这个部落里面来 所以我们这次才特地安排这个英语 就是旅游英语的这样一个培训 希望我们部落的导览人员能够用简单的英文 去介绍他们部落的特色 观众部落当中,在这一本发表演上 跟欣欣有期间公益歌 其中部落人文和香港 以及文从商品都商品顶顶顶 都同样是只有美丽的倾斗路由对中 现在透过一款处的辅导和提供 参加白群的亮点商家 对着未来部落发展观光是竟然有信心 对这个,咱在这个课程 当然当然我们对这个将来的发展 我们更有信心 尤其是我们整个部落 我们也是会带动他们 为这个观光场业能够一起合力合作 因为部落是一个团体的 然后就是希望说透过热坛这边 然后我们的那个游客 进来的游客会更多 然后就是说带我们部落的经济发展 好好好好 部落当中其实有很多 都人跟文从品的产材 加上部落有助于香港和文化表演 都可以提供UK 来一专层品质和内容的倾斗路由 只管出来希望透过他们的辅导和提供 我当部落观光以外 也会让少年人老店部落做工作 记者 杨茜茜茜 最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